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他来车里好好谈谈 在车上 朱莉诉说着对大卫的真爱 大卫无言以对 气氛变得十分尴尬 朱莉见大卫一言不发 变得更加激动 喊着要和大卫一起殉情 他踩足油门冲向了桥下 车祸中 朱莉当场死亡 大卫虽然保住性命 但也身受重伤 他漂亮的脸蛋也毁掉了 大卫经过一次次整容手术 还戴上了面具 但还是一个又丑又瘸的怪物 他变得歇斯底里 对一切都充满了绝望 但是他唯一没忘记就是对索菲亚的爱 他找到索菲亚 但两人的交谈并不是十分愉快 这让大卫心烦意乱 他将自己灌醉 在大街上疯跑 最后筋疲力尽 昏睡在了地上 等大卫再醒来的时候 索菲亚出现在他眼前 带着甜美的微笑 鼓励他要勇敢面对生活 大卫在索菲亚的感染下 重新拾起来对生活的热情 他又接受了最新科技的整容手术 几天后 索菲亚撕下了大卫的面具 他又重新变回了英俊帅气的样子 从此 两人在一起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但好景不长 大卫经常会头疼欲裂 有天他半夜睡觉起来 发现镜子中的自己 又变成了毁容的丑八怪 而刚才躺在身边的索菲亚 突然变成了朱丽 惊恐的大卫绑起了朱丽 然后报了警 可是警察却说 他绑起来的就是索菲亚 并把他抓了起来 但他马上就被保释了出来 出来后的大卫想弄清这一切 他来到索菲亚的家 但墙上的照片都变成了朱丽 就在这时索菲亚出现 大卫和索菲亚开始缠绵 但过了一会儿 床上的索菲亚又变成了朱丽 大卫被这种真真假假的生活 折磨得快要崩溃了 此时他已经失去理智 杀死了床上的朱丽 大卫因此入狱 一个心理医生 卖医师经常对他进行心理治疗 他告诉大卫 很多事情都是他想象出来的 事情并不是他眼睛看见的那样 一次大卫在电视里 看到一家生命冰冻公司 他感觉自己和这个公司 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于是让卖医师 带着自己去了那家公司 看着熟悉的公司场景 他告诉卖医师 自己一定来过这里 大卫在听工作人员介绍的时候 意识到自己现在 可能是在梦境里 他开始呼喊技术人员 终于出现一个技术人员 把一切真相都告诉了大卫 现实生活是这样的 自从大卫酒醉在街上那次以后 就再也没有见过索菲亚 后来他忍受不了车祸后一阵 带来的无尽的头痛 和严重的自卑心理 服药自杀了 自杀前 大卫曾和这家公司签过合同 把自己的身体冰冻起来 然后让自己的意识 存留在他自己的美妙梦境里 他消除了自己的大部分记忆 那天醉酒在街上后的记忆 都是梦境创造的 他并没有恢复容貌 更没有杀死朱里 卖医师也不过是他因为缺失的父爱 幻想出来的角色 技术人员接着告诉大卫 他在这个梦里 已经有150年的时间了 因为种种原因导致潜意识失控 这时美梦就会突然变成噩梦 如今他有两个选择 要么免费给他技术升级 消除这一切的记忆 继续和索菲亚在梦里 过幸福的生活 要么选择醒过来 现在的医疗技术 也可以恢复他的容貌 大卫知道梦里再美好 也是虚幻的 他已经在里面逃避了150年 当年就是因为他的懦弱 逃避了朱莉的爱 造成了当年的局面 更是逃避不敢面对索菲亚 才选择自杀 这一次大卫不想再逃避了 最后大卫从楼顶纵身跃下 结束了自己的梦境 在落下的时候 他回忆了自己的一生 当他在睁开眼时 迎接她的是崭新的生活 他彻底从梦中醒来 今天这个故事 来自汤姆克鲁斯主演的 科幻电影《香草的天空》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儿 喜欢我的亲 不要忘记关注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